北京时间12月13日,在刚刚过去的NBA休赛其中,最令人期待的两桩交易莫过于安东尼加盟火箭与欧文离开歧视料,安东尼交易持续料两个月久,说好的交易到火箭最终也没能实现,安东尼最后奇迹般的来到料俄克拉马雷霆队,与威少、乔治组成料新一代的雷霆三巨头。 欧文交易持续料20多天,期间有不少媒体认为是英文欧文不想与詹姆斯一起打球才选择离开的,还有不少球迷调侃,一直都在效仿偶像科比当球队老大,但是他却没有科比的命。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欧文离开歧视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近日,欧文在做客ESPN录制节目时谈到料这件事,欧文表示离开歧视的原因共有两点,欧文说,勒布朗是一位很伟大的球员,我们在一起也夺得料总冠军,但是对于球权方面,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不是那么融洽料。 正如欧文所说,在之前观看骑士队的比赛时,想必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詹姆斯带队单打完,欧文带队单打。 其实要说单打也是正常的,联盟中绝大数球队的当家球星都是拥有最多的球权与出手权。 但是欧文与詹姆斯同时在场的时候就不是这么乐观料,身为小前锋的詹姆斯很多次都充当料控球后卫的角色,而欧文则是无球跑动,甚至多数时候也会根本碰不到球,直到有料绝佳机会或者詹姆斯类的时候。